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王总得来说 这个座次就是根据现在的人气和咖位弄出来的 对于贾玲张小斐来说 这就是人家应该得到的 不管你咋说 人家就是演气到位 李幻英春节期间让多少人都起了回忆 让多少眼泪掉落在影院里 只不过除了座位之外 很多明星大腕们也开始和贾玲张小斐搭上了关系 比如说杨密吧 他就主动找到了张小斐 两人还聊了好长时间 估计除了酗酒之外 也在想着以后合作的事情吧 而肖战也是主动和贾玲打起了招呼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投资人和影视工作人员找到了贾玲张小斐 毕竟一部电影票房这么高 真要是合作一回的话 基本上一部戏就能实现财务自由了 其实在爆红之前 贾玲和张小斐可努力了十多年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这次成功既有机遇 更是对其后继勃发的肯定 其实娱乐圈很现实大家也都是了然于心了 毕竟红酒代表着流量 代表着资源 代表着热度 现实生活里 捧高踩低的事情都这么多 更别说娱乐圈了 最近几年 娱乐圈也是红了很多人 比如说王宝强 吴京等这样的好跟明星 之前的他们可能并没有现如今的地位和资源 但是功成名就之后 可就不一样了 对于贾玲和张小斐来说 你好 李幻英的成功是现象级的 但是这都是他们多年的努力换来的 也许有人对于贾玲的导演水平 并不恭维 也有人称张小斐的演技 就是小品 但是无论如何 步入2021年之后 他们俩是真真正正火了一把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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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